咱们前面讲到这个属性的补充剩下一个行内块的对齐方式了 是吧 行内块有行元素的对齐方式 咱们使用的这个属性叫做Vortical Align 其实咱们以前学的那个属性叫做Valign 就是Vortical Align的一个缩写 是吧 咱们现在呢 还是一样的 咱们用一张图片和一个文字 它们的对齐方式来做一个对比 Vortical-Align 是吧 然后咱们是先做一个DIV 把这DIV呢 里面放上图片和文字 给它加个边框 咱们就看得更直观了 是吧 这图片呢 找一个小一点的 咱们还没有小图片是吧 图片实在太缺了 咱们就一点GPG吧 E-MAY之子下面的一点GPG 它设个大小 宽 100 高也100 然后后面再写几个文字 这是个图片 然后咱们写DIV 给DIV设置样式 它是要比图片大的 对吧 咱们就是第二box 宽 宽 咱们设置成200个像素 高也设置成150个像素 高150个像素 对的 然后咱们呢 加个边框 黑色的边框 然后咱们走 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效果 宽度写错了 宽度写错无所谓 宽度写错就写错吧 然后咱们把这块呢 放大来看 放大来看 大家可以发现 咱们这个文字和图片的对齐 咱们从这儿画一条线 能看到吧 咱们这个图片 是不是它在文字的这个 稍微底下 稍微往上一点点 这儿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文字和图片 其实是对不起的 这是图片大 如果图片小一点的话 咱们会发现 这个上下就很明显了 是吧 上下的时候就很明显了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可以设什么呢 给这个图片 设置一个 Vertical Align 然后呢 干什么呢 它这头曲直 有上中下 和Baseline 对吧 大家看啊 咱们先看这个Baseline 咱们设置了Baseline以后呢 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 对吧 那么这个Baseline 就是默认的一个值 就是默认的一个值 那么这Baseline呢 咱们前面没讲 这时候呢 咱们提出来 其实人家外国人 写这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写的字母啊 人家那个字母的话 是不是要遵循这个四线三格 那么咱们的这个Baseline 这条线就是指的哪一条线呢 第三条 指的第三条线啊 指的第三条线 咱们这个画得不好啊 怎么这个画得不好啊 四线三格吧 对吧 它指的是第三条线 就是以这条线来对习的 也就是说每个文字 它都有一个Baseline的 咱们它叫做基线 是吧 基线啊 那么如果换成字母 你就能看得清楚了 比如说咱们给这儿呢 换成这个字母 咱们写一个什么字母呢 不 不 咱们要放一个什么呢 放一个不要P啊 要G 然后再写一个这个G 然后再写一个P 然后再写一个A 看还缺什么 D 对 走 那么这样的话 咱们再画这个线 可以看到从 它是从四线三格这儿对起的吧 这就是 它这个基线吧 然后 这是上面那条线是吧 嗯 然后再上面这条线 嗯 能画好吗 很好 漂亮 谢谢夸奖 我会继续努力的 哈哈 咱们现在这不是四线三格 对吧 从这样看的话 咱们就能看出来 它是由基线对起的吧 是由基线对起的哈 那么咱们除了这个基线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Botter吗 就是底下对起啊 底下对起 哎 没事吧 有点打脸了 我们空格 没提示了 Vertical Alive 然后 基线又Botter吗 嗯 有Botter吗 我记得 然后咱们刷新啊 刚刚怎么没反应 打脸过去 现在好了啊 现在咱们这个时候是不是 它在底线对起的 能看出来吧 嗯 哎 与文字的底下对起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这个TOP 与文字的上面对起 是吧 哎 这就靠上面去了 其实咱们摄拉摄去 文字一直在变 图片没变 是不是 但是咱们必须要是在图片上 然后呢 影响这个文字 能理解吧 嗯 这个稍微有点绕哈 就是咱们想让 想让干什么呢 想让这个文字和图片 有一个对起方式 但是呢 咱们要设的这个Vertical Alive 必须是设在这个图片上的 也就是行那块上面 但是呢 你会发现文字在动 对吧 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还有什么呢 中间咱们是Middle 是吧 哎 一中间对起 其实是为什么 因为这图片太大了 图片太大了 你给它画个四线三格的话 它的四线三格是很大的 是吧 这是咱们要说的Vertical Alive 以后咱们涉及到这个图片和文字对起 就使用这个Vertical Alive 行吧 咱们在这儿是CSS的属性 是Vertical Alive 还有问题吗 有没有了 没有 有没有